全台最长天空神桥 特搜桃园IG热门打卡点 十户群秘境超浪漫原文网址 全台最长天空神桥 特搜桃园IG热门打卡点 十户群秘境超浪漫 近期GoShare共享服务在桃园正式上路 车友们想好带着大小老婆去哪里玩了梅亚 Ready Go准备了12个IG打卡系 自然风景系的桃园旅游景点 有的是热门的打卡景点 有的则是当地人才知道的私房秘境 看完文章就不用担心只有两轮机车没有景点 更不用担心约会没有地方去了 还可以推荐给身边的车友们 好康道相报 台游退役消防车改造的美式快餐车 一块小小的绿色基地呈现出美式的乡村风格 这是桃园大西北横公路旁自行车 重机车友的秘密基地 每到假日便会有许多车友来到乐湾基地车距 宽阔的园区有些许室内坐 主要还是以户外座位区为主 展现道地的乡村休闲风味 基地承载了老板的梦想 从餐车的装潢到餐点的搭配都经过老板的精心设计 希望来到GEOGEO BOX用餐的每个人都能吃到健康 新鲜的美食也能带着满意的照片满载而归 2018年一艘红兜拉斯级的船只预计前往南韩 却在途中意外地搁浅 停留在桃园大西附近的海域 因错阳插成了热门的IG打卡景点 其实这就如同两个人相遇到相爱 本该是位于平行线两端地人 两个人因为一些小插曲、小意外 心悄悄地搁浅 两个人也就成为了一对爱侣 茶是台湾早期繁荣的象征 在外销欧美达到巅峰的年代茶叶甚至被奉为黑金 可说是价值连城 随着时代的改变 茶厂的重要性逐渐下降 促使茶厂转变形态 把历史的痕迹与观光结合 透过建筑的无声气息与光影 将老宅的温度传递给到访的旅人 也让世世代代的人们能够与土地紧密地连结 走在老旧的茶厂内能够了解茶厂风光的过去 感受时间流逝的沧桑 岁月纵然无情 但却也能留给人无限的魂